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组有李文龙 在最内道出发 然后有朱一丁 还有林孝俊 李文龙抢到第一 林孝俊跟到了第二的位置 明显在启动能力上 注意点还是有些差距 李文龙的速度感不错 对于他来说 直到能力相对比较强 但是弯道出的这种加速能力 包括进出弯道的角度和路线上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看到 最后李文龙小组第一 林二军小组第二 接下来是男子的半决赛的第一组 看一下男子500米半决赛的情况 加海东 加海东 朱一丁 李文龙 加海东 李文龙 陈德权 林孝俊和朱一丁 走 加海东最累到出发 这边有人先动了 整个的发令顺序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看到 这也要求选手 要有非常好的反应能力 但同时 又不能太过于压强 加海东这就是压强压得太快了 压得太凶了 同时 去打得太快了 马背部 这个球比较好 他都不需要 走 转迦 小组 转迟 加尔 主要是 还不错 所以 对于起跑非常的敏感 都想启动的更快一些 我从这个角度看 应该还是贾海东 那这样的话 贾海东两次抢跑 就被罚下了 取消了比赛资格 这对他来说 还是影响挺大的 这个整体的位置争抢 还是非常的熊 陈德权压在第二的位置 但是没能压住 封面的林孝俊 林孝俊抢到了第二 目前李文龙 把速度带的还是比较快 李马当先 最后的决胜圈 40秒82是标准 看一下40.5秒 但是这个计时并不是特别的精准 最后还会有一些偏差 应该李文龙在 能拿到冲刺分和拿不到冲刺分之间 就在这个边缘上 看一看最终的成绩 是不是达标 这场比赛林孝俊打的还是比较凶 非常敢抢线路 在这一点上呢 其实还是有值得 很多选手去借鉴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男子500米的决赛 安凯余松南 李文龙和林孝俊 安凯最内道出发 在四分之一决赛 他是最外道 最后凭借自己出色的超越能力 来到了 第二的位置 在半决赛当中 安凯两次精彩的超越 非常的漂亮 二道这是余松南 三道李文龙 四道林孝俊 比赛开始 余松南的启动能力和领滑能力 都还是非常突出的 从二道直接抢到第一的位置 但是安凯的超越能力 这是他的特点和强项 竞争的非常激烈 在这个位置 李文龙也完成了 对于宇宋南的超越 这时候安凯还在第一的位置 还有一圈进入到决胜圈 看一看安凯能不能利用线路 把自己第一的位置守好 同时能够达到40秒822的成绩 这个第一是到手了 但是最终的成绩应该在41秒开外 这样的话 也都拿不到积分 这对于选手来说是 可能在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能够在500米的比赛当中 去拿到积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500米的速度 成绩都是比较快的 吴大静 另外任子威 他在500米的速度其实也是非常强 所以首钢挑战赛的时候 男子40秒822 对于这些男选手来说 500米既要夺冠 要达到这个标 还是挺大的一个挑战 再来看男子这边 1500米的第三组半决赛 雾松南陈德权 任忠浩和林啸俊 优优独播剧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星的节奏都还比较慢 这已经花了将近一半了 整体的速度还都是比较稳的 余松南 余松南的领滑能力还是比较出色 他更习惯在前面领滑 喜欢滑自己的节奏和速度 这就是他非常突出的一点 而且他的速度耐力也不错 一千米相对余松南的这种整体的竞争力会更强 他的速度耐力是非常好的 这会把速度带起来 看谁能撑得住 弯道出来 还有交锋 我们说余松南的速度耐力确实非常的出色 在滑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他还是有这样的加速能力 最后的一圈 林孝俊滑得也是非常聪明 能看到他的整体身体状态 还没有到一个特别好的阶段 但是技术风格和这种经验的优势还是很强 这种经验的优势还是很强 在台湾里面又看到他所作为 在台湾里面的交锋 尖廷留学院的身体 让他们做不通 这个机体状态 然后走在那边 一辈子动作为 也有很多东西 所以这些中心 好了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关注 交兵之后的男女的 1500米的决赛 我们再来看男子1500米的决赛 这是山东省的李温龙 长春的孙龙 3号位 吉林省冰上运动中心 514号 任浩博 任浩博 吉林省冰上运动中心 4号位 山东省 525号 安凯 安凯 5号位 吉林省冰上运动中心 516号 王鹏宇 王鹏宇 同样来自吉林省冰上运动中心 6号 山东省 527号 余松南 6号是余松南 7号 河北省 521号 林孝俊 7号 这是林孝俊 1500米呢也是男子争夺的一个重点 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成绩 2分09秒480 对男选手来说是可以努努力想办法去达标的 500米的成绩想要去达标呢 可能就相对更难一点 女子的500米相对要好达标一些 1500比较难达标 从首刚挑战赛的这个成绩来看 男子的1500相对要更容易达标一些 之前张天忆在第一战比赛当中 最终也是凭借1500米的一个冠军积分和一个冲刺点积分 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刚才滑到了第一位 李文龙上到最靠前的位置 接近半程 速度要带得更快一些 这样来保证最终的名次分有效 这场比赛安凯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一般安凯是一个后发之人型的选手 他更多的会处在一个有力的位置 盯着前面 随时找寻路线和时机来完成最后的超越 最后两到三圈一般是安凯动的位置 但是今天安凯划得非常积极主动 第一是要把自己的速度划起来 第二呢 争取拿一些冲刺点的积分 这样为自己的后面做一个良好的基础和保证 同时也是为了达标啊 这个成绩 达标对于男选手来说 1500米是有希望的 所以一定要把速度带起来前面 还有三圈 也不好滑了 最后的决胜圈 但是成绩已经过了2分09秒480 看一下安凯还是很好地把自己第一的位置守住 滑行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 就是速度上距离达标成绩 还有一点差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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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今天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在明天江海会有男女的一千米项目的单向的角逐 期待着选手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期待着他们在后面能够力争更多 更快地拿到积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三组比赛开始前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这第三组是唯一的有四位选手的一组 长春市的贾海东529号 吉林省冰上中心的516号王鹏宇 河北省的521号林孝俊 和吉林省冰上运动中心的515号任重号 看一看 现在领滑的这应该就是林孝俊 其实这一段时间吧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也没有看到林孝俊的状态 第一站确实是不那么理想 现在 林孝俊应该是被甩下了 整体它竞技状态看来都很义分 目前领滑的是加海东 林孝俊应该是被甩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朱一丁 再加上陈德全 这组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比赛开始了 安凯划第一位 孙龙第二位 林孝俊第三位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搅局者 直接提速滑到第一位 整个的战局都会变的 暗改内道超越 现在应该是 林孝俊军冲在第二位 后排有一内道超越 星星前内道超越 这边还有四圈的时候 军队员开始发力 对抗拼得非常凶 对抗拼得非常凶 出面的破片 尽量有关 用于羅卧 激里面 另一顿 解读 成功 人员 成功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